21号上午,习近平前往五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 当地针对古浪南部山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际,走出了一条高深山区贫困群众异地搬迁脱贫致富和麒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扶贫开发新路子。 随后,他步行前往附近的富民小学。 习近平走进音乐教室,认真观看正在进行的音乐课教学。 正在练习足球的孩子们,看到习爷爷来了,欢快地围拢过来。 习近平和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暑期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得知迪美劳全面发展。 习近平主动邀请孩子们一起合影留恋。 习近平走进院子,屋里屋外,仔细查看,了解住房改善和改水改测情况。 习近平同李英川一家拉起家常。 习近平 another one living between the skies of your country. 习近平, escribollet,兄弟,今年平。 习近平有什么样的日子,以前你们看的。 习近平,以前我们的婚了,这就是我家的主 naszym。 我曾经还是习近平。 这位是哪一年搬过来的? 十年搬过来的。 这件好真大。 搬了一个新房,真不错。 你們高興我們也高興 共產黨就是被人民服務的 就是給老百姓辦事的 老百姓的幸福 就是共產黨的事業 習近平強調 黨的一切工作 都是為老百姓利益著想 隨後習近平乘車前往八部沙林場 林場地處河西走廊東端 藤格里沙漠南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這裡寸草不生 從沙逼人退到人進沙退 昔日漫漫黃沙 變成如今郁郁匆匆 習近平舉目遠眺 查看林場整體風貌 聽取五威式防沙制沙整體情況匯報 習近平走過去向他們詢問作業方法 並拿起一把開鉤梨 同他們一起干起來 習近平對他們說 八部沙林場六老汉的英雄世紀 早已家喻戶曉 新時代需要更多像六老汉 這樣的當代漁工 時代楷模 21號下午 習近平來到蘭州 前往黃河治理藍鐵蹦站項目點 聽取甘肅省和蘭州市 開展黃河治理和保護情況介紹 習近平指出 黃河 長江 都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 保護母親河 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和永續發展的千秋大季 正在休閒的群眾 看到總書記來了 紛紛湧上前 總書記同他們親切交談 習近平前往讀者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在讀者編輯部 習近平同工作人員交流 詢問選稿 編輯 審教 排版等工作流程和發行情況 為人民提供更多優秀精神文化產品 善莫大焉 22日下午 習近平聽取甘肅省委和省政府工作匯報 對甘肅各項工作取得的成績給予肯定 希望甘肅各族幹部群眾把各項工作做好 折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